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问题转眼就一年多了 我们知道受到影响最大的其实是民间企业 那么沿海地区的一些小企业 尤其是涉及到外向性的 一年多以来已经萧条到不得不裁员 有的甚至已经几乎踩到关门 其实作为这个制造员 或者说把它称为叫组装加工艺 他们的处境是相当尴尬 这一次的问题跟08年还不太一样 08年是全球环境的问题 那么这一次呢 更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那么我们看到许多小企业 他们发自内心的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或者说你把它称之为叫 能够代表全国小型企业 这种悲悯 现在搞创新或者搞这个新产品开发 越发的困难 因为未知 未来是不确定 那么在你头上像安检啊 环保啊这些 都跟狼一样 随时他都能铺上来咬一口 至于新社保之类的东西 币是离不开的 所有的这些条件跌加之下 其实很多企业已经非常艰难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企业 作为中国民间企业的组成 他们曾经很骄傲 有一些相对大一些的民间企业 他们也有自己的麻烦 我们知道所有的中国的民营企业 无论你是不是与权力相勾结 你发展到今天 其实都是很不容易 我知道有很多人一直在说 我们不幸会 我们在这个世界中 我们是一手一脚打拼上来 其实说这个话的人 基本上 说了也没人听 中国的民营企业 你做的再大 背后你要说 没有一两个支撑 没有政治上的盟友 其实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小企业呢 有小企业的问题 他们抗予风险了人力太小 那么大一点的企业 其实它面对的问题更多 首先一个 谁都能铺上来咬两口 你又没有这个胆子 去拒绝人家 你只能闪转腾路 尽可能让自己与狼共 那么作为民营企业 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之后 被人盯上 是很正常的事 那么他们无非就是找一个 对他们更为有利的 这么一个上家 去靠挂上去 凡是吹嘘自己 从来没有 与权力相勾结的这种企业 基本上就当个话 当个笑话 不要去过多的去研究 因为他们说的这些东西 连他们自己都不行 中国大一些的民营企业 他们有自己的问题 但问题不在这 问题在整个大的环境边 所有中国的这些民间企业 他们做大的过程中 都付出了自己的辛苦 刚刚创业的时候 他们恨不得一分钱 白省两半时 那么创业过了以后呢 他们腐败的这个速度 也是很快的 他们甚至在管理上 在享乐上 学习模仿 超越了国企 因为我们知道 绝大多数国企 你要是太过分 总是有人会在后面 打你的小报告 恨不得把你一脚踹下来 他来顶上去 所以国企的领导人 相对来说 是有一些底线 最起码我们看到 在不断的反腐的 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底线 你都会收敛一些 因为盯着你这个位置的人 他会很多 而民间企业就不一样 我们只看到中国 长大的企业 但是没有看到 成功的企业家 更不用谈什么 企业家精神 那么这些企业 在他们获取钱财之后 有了一定的经济地位 他们往往就不知道 自己姓什么 自大到已经没有人 可以来约束他们 这些企业呢 你可以把它认为 如果说一代的话 创业这一代的话 你可以把它认为 早年很勤奋 所以他成功了 现在呢 放上了自我约束 企业在飘轰不定走 因为大的环境不好 你自己再不求丧尽 贪图想了 无论说企业是不是做大 就算维持现在的这个状态 其实也不是很容易 我们看到很多企业 在我们面前 一个一个的消失 有社会的因素 有国际环境的影响 但是也有一些 完全是因为这些 企业家在创业成功之后 没有人守得住 那么他们的二代就更麻烦了 大多数 从小就是孩子经要是长大的 或者即便早年 颠沛流离 跟着创业的父母 到处搬家 苦日子也过过 但是因为他们没有 发自内心的 勤奋好学 要上进的这种愿望 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家的孩子 甚至连一个三流的大学的考上 只能让父母 重金把他们送出国 去度个精 而且他们学成了以后 大多数情况下 都返回了中国 因为在海外 他们要依靠自己的能力 生活下来 不太容易 要想吃父母的老本 是吧 你总得究竟嘛 还有一些是因为 在国外 他们真的找不到 可以让自己玩得比较嗨的东西 在国内不仅能玩得开心 而且还有小马仔跟在后面 我们见到了很多这种二代 他们连正常的大学都考不上 但是他们非常快地掌握了 与人相处的技巧 或者说他们很适应 被人奉承的这种环境 他们都在想着做大自己的企业 甚至要跳出 父母原先创业的行业 想做一番大事 那么这一类的人 从来都不少 现在中国就是这样 小企业呢 有小企业的问题 大企业有大企业的问题 总体而言 中国的民营企业 大概占到百分之八十 中国的民营企业 大概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创新 是由他们贡献的 我看到有一些数据 关于中国GDP的贡献中 国企只占百分之十几 那么也就意味着 民营企业不仅拉动了中国经济 撑起了经济的绝大部分的这种市场 同时他们也解决了中国最大的就业问题 现在随着这个中美之间的问题 已经蔓延到其他国家 中国未来 无论是大还是小 只要是民营企业 都是相当麻烦的 因为他们背后没有领导 他不像国企 国企就算企业效益再不好 管理者还可以走走门呢 是吧 那么调动一家企业 甚至有的直接就去当官了 民企是没有退路 而且说句良心话 他们还没有选择 这才是最干大 因为现在要打的仗 不是他们想打的 他们非常希望有一个 相对平和的环境 能让他们继续的 长久的挣钱 但是很遗憾 一切都被打破了 现在他们是被动的 被绑在这条船上 即便理想官们 想歇业 也不是你认为的那么倾强 一大堆资产在内地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说走就走的 所以现在最尴尬的就是他们 走吧不容易 不走吧弄得不好 就被打击了 而且会很快 因为经济是个风向标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 政治上的浪潮 甚至已经提到斗争了 这离运动还远吗 未来的不确定性 可以说让中国所有的企业家 都生活在惶恐之中 对他们来说 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下面是最难熬的时间 好了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